上浆后的虾仁放入油锅中快速翻炒 再加龙井茶嫩芽及少许茶汁 带出活虾的鲜 龙井茶的香 我们一般油温100多就过来 100多的油温 两个两三分钟 鲜嫩的龙井虾仁堪称杭帮菜一绝 品尝原味或沾醋都很清爽 将这菜以和鲜出名 西湖醋鱼酸甜不腻 也是很多老陶最爱 我觉得它的汁调得比较好 然后酸甜度这些都很合我们的口味 原来有礼拜天的话 鱼的话从100多就可能有的 尽管杭州在G20期间人流受管控 仍有附近居民专门趁人少时来尝鲜 不用人挤人 从西湖醋鱼点到东坡肉 一次吃过瘾 倒是古街上的甜点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两位壮汉分头以均匀力道 敲碎花生制作桂花酥 外脆里香散发浓浓桂花味 以前每到周末人潮就排好几公尺 一天好的时候就多少 也得卖个几千盒吧 现在是少了多少 现在是少很多了 虽然人多但是不消费 现在大概少几成 这少六七八成吧 观光客进不来 本地人只看不买 评价甜点吃不消 但中高档茶叶照样受欢迎 没有什么太大的 因为本身就是像平常的话 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子 至于传统峰会杭州美食月上国际 各国领袖及游客 从色香味品味杭州之美 记者翁起平离列方 杭州参观报道